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黄山是中国十大名山之一 一年四季的景致各有不同 是值得来很多次的地方 到了住的地儿了 天太冷了 今天是这么回事 昨天看天气预报 说今天黄山可能有雪 然后都临时决定 早起了 茫茫的收拾 然后现在就已经到了黄山脚下的汤口镇 现在天基本上已经有点黑了 因为一直在下雪 如大家所见我赌对了 真的是一地的雪 贼冷 那我们现在先去这个镇上看看 然后明天看天气 如果好的话我们就上山楼 看雪景 哈喽大家 我是小鸟 我这个已经到黄山的第二天了哈 但是我现在还没上山 在山脚下的客栈里住着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上去做核酸 然后顺路买票的时候得知 这里必须现在的防疫政策是必须要三天三减才能上山 然后我才两减了 所以要明天做完了 看一下情况哈 看看明天能不能上去 真的是这个疫情烦死人哈 嗯 现在外边在下雪 看天气报明天是雪停了 但是估计山上的雪一下花不了 但是显示后天有雨啊 这就很糟 黄山怎么着也要两天 上山两天的 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吧 嗯 反正今天也上不去山哈 一会儿我就上镇子里溜达溜达 看看都有些啥 外边还一直在下雪哈 超级的冷 然后整个村子就只有一条街的大小 它就是依托黄山的旅游业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地方哈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地方可看 所以我不如回来继续工作 看现在雪下的更大了 看现在雪下的更大了 明天要是能上黄山那可太完美了 今天是来的第三天了 哎呀 做核酸去做完核酸 然后下午出了结果 然后下午出了结果 看如果时间早的话 嗯 今天就先去后山 如果是来不及的话 那就只能明天一趟了 山上的雪是指定是化不了的哈 现在 当然雪停了 今天可真的是个上山的好时机 希望能无一切顺利 你们看这个下边就能想象得到山上现在有多美了 哇 都不用上去 在这儿都够美的了 然而最后当天我还是没能上了山哈 因为这个核酸出来的比较晚了 大概快四点才出来 这时候再上去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很快就会天黑 只能试试在山下再多住一晚上了哈 好事多磨 希望明天上去还有雪哈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